众所周知,解放战争中,中共有五大主力业战军,分别是林彪·罗融环的四野,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,陈毅素宇的三野,彭德怀·习仲勋的一野,聂荣珍·徐香前的华北业战军。而其中四野人数最多,武器最精良是我军在解放战争。 十七,五大野战军中,唯一佣兵百万以上的部队,他们在战争中的尖敌总数为一百八十七万人,而部队规模相对较小的第二野战军,尖敌数字却反而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二十一万人,两者相差三十四万人之多。 这似乎不是很合逻辑,然而军事统计确实如此,而也尖敌超过了强大的四野。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并不是数据有问题,四野本身尖敌数确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,是有原因的。 四野从中国最北的松花江沿线,一路达到了最南端的海南岛,军事活动范围确实是各个部队中嘴,广的。 一轮部队的规模,以战争最关键的1948年底为例,四野当时还叫东北野战军,部队人数已经有一百三十万人以上,同时期的二野中原野战军,仅仅十二万野战部队,外加二十余万地方武装,双方兵力相差近九十万人,这还不算重。 武器上的巨大差异,四野有独立的火炮部队,炮数全军第一,1948年底超过六千门,中野在装备方面则远远落后,后勤物资更是少得可怜,曾经一段时间,三野,四野的部队穿的是长裤,而同时期的二野部队却只能穿短裤,因为去,失穷的穿不起。 应该说两军实力有较为明显的差距,所以从尖敌能力上讲,四野大大强于二野,这点是没什么好质疑的实际最终的战事统计,二野远远胜于四野,且尖敌数差距大。 其中的一个关键点,就是四野消灭的国军基本,都是精锐,而且是精锐中的精锐,三战役,四野打了两个。 而且辽审战役是对国军决战第一仗,万事开头难,拿下东北,全国的国军将士都多少心慌了,国军五大主力,四野消灭了两个,而且四野歼灭的廖昌集团是工人国军兵,利最多二十万,装备最精良,战斗力最强的,内涵新一,新六辆大国军主力。 二野能超越四野,主要是占了西南大锥坚的便宜。 在大进军之前,二野实际上战斗力很差,之前一直在中原地区配合三野作战,属于给三野打下手的,三野的陈塘兵团与二野陈写兵团合作大洛阳,最先破诚的是陈塘的三座,陈庚很愚昧。 三野组织玉东会战,二野没拦住胡脸,丢人丢大了,也使得肃与父辈受敌,险些被包了饺子。 二野真正歼灭过的遗留强硬对手,则仅有四十八年的皇位兵团,这十二万人的坚敌数算作二野战绩,其实三野的炮兵和支援纵队,在此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 三野发起淮海战役,二野终于阳刚了一把,把皇位兵团缠住了,但却久攻不下,中原野战军豁出老本也没能啃下皇位。 这块骨头,最后还是三野沉实举步活现支援,担任主攻中央突破才拿下皇位。 可以说,二野在西南大进军之前的表现乏善可陈,淮海战役,三野还支援了不少武器给二野,毕竟都是兄弟部队,还得合作战斗。 二野作为主要军士,力量,参加了四十九年西南战役。 渡江战役后,二野向大西南进军,西南战役是国军败兵最多的一场战役,俘虏数字甚至超过了四十八年三大战役中,人与两场相加的总和达到了九十万人。 有人会说即便如此,二野也是歼灭了这批敌人财户,得了更加的战绩。 但还是要考虑一个重要的客观情况,那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-十二月间,国军在西南方向,尤其四川、西康、云南的部队为了避免伤亡,采取了寻求接触,主动投诚的策略。 相当于不战而将的敌人有七十余万,西南地区,因为地方势力比较强,与中央军尿不到一壶里,所以争取起义的可能性很大。 虽然蒋介石派了胡宗南坐镇成都,但是胡宗南是公认的草包将军,各个部队的指挥官都在为自己谋出路,少顽强作战的, 而也在这个过程中自身损,尸还不到九千人,战损比达到一比一百,数据好的精人。 除此之外,西南方向地处边陲,相对土匪活动也多,而也在这方面的战绩也占有明显优势。 所以在三年多的战争中,没有过这样相对轻松的作战任务,他们所消灭的187万敌军,还包括了东北的两大王牌新一,新六和广西两大王牌号称狼兵的七军与四十八军。 另外进攻海南岛上的薛岳集团,也是首次大规模跨海战役,难度极大,所以四野打的大多是关键仗,总监敌数虽不是最多的,但是战略意义巨大。 西南大追,尖,二野歼灭国军汉投诚,其一的国军九十多万人,这个数字的确惊人,要知道四野打了辽神战役和平均战役,这两仗的尖敌数字也没九十万,正是凭着西南大追间的优异数据表现,二野终于在强悍的四野,三野面前强悍, 雷一把,而且二野的尖敌数字,一下子超越了四野,排名第二。 当然了,二野取得这个战绩,你也可以说水分极大,毕竟起,投诚的战了一多半,而且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,国军是数到狐孙散,这个时候的战绩更多的是刷数。 据,你要说西南战役比三大战役还牛逼,估计没人会同意这个观点。 感谢观看